今天想和大家讲下怎样做自我介绍 和向其他人介绍自己的家人等等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通常会讲 初次见面 你可以将自己的名称代入去中间 话私は 我就是我 你可以当A或B是一个pattern 就是A等于B です差不多是这样 如果说这边是我的爸爸妈妈 和我的妹妹可以这样讲 如果想连名都介绍的话 可以在后面加上no 再加上他的名字这样讲 譬如说 这个是我老公Eric こちらは夫のEricです 如果说这个是我个儿子Ken 和我个女儿Carmen 可以这样讲 こちらは息子のKenです こちらは娘のCarmenです こちらは息子のKenです こちらは娘のCarmenです 其他可以参考的称谓 例如有 自己的老婆 可以牵称做 妻 有些同学笑 好像芝麻 如果要说自己的弟弟 可以说 弟 想知道更多家族成员的称谓方式 可以参考回我们以前的video 仔细归 各位